你好 新宇你好 全国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好 我们来关心到其在 触控族群刚刚是再次有买盘来进行点火了 而事实上呢 最近触控族群真的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而且有好多的利多消息加持 我们来关心到在触控族群的部分 最近真的好多的商机 而且外界也是纷纷的看好 像是外资的巴克莱振卷就认为说 这触控MB的一个普及率将会持续的往上来进行攀升 费用非常有可能会达到30%的一个水准 另外呢 其实在整个试调机构的部分 IDC也认为了 这智慧型手机在今年的出货将会超越功能手机 那智慧型手机跟功能手机这两者之间 一做比较就发现这差在哪 差在有没有触控吗 好 再来带领关系则是这试调单位也显示了 未来三年平板电脑的成长是最猛的 而平板电脑也是要用到触控啊 所以种种的迹象都显示的 这触控真的感觉起来后续是商机无穷 那事实上我们来关心一下 国际大厂商一些触控组群 最近的股价表现又是如何呢 我们来关心到 就首先在日本写真的部分 目前的股价持续维系在相对的高档来进行震荡 甚至在昨天啊 这个核冠WACOM 它的股价也是创下了近期以来的新高 好 国际的大厂商 触控大厂商都在持续的股价创新高 而台湾的触控大厂商 虽然说TPK成红已经是来到了波段的高点 但整体来说 长线看一看的话 其实位阶还是显得相对的比较低一些啊 因此面对今天的一个休息 后续投资要怎么来进行观察 整体的触控组群要怎么来解析比较好呢 好 其实刚刚新闻 这个直接讲到这个触控产业最大几个亮点 其中包含说像是在整个手机平板 跟所谓的一个NB的一个部分 这都是在整个2013年里面 所有触控产业里面 全力发展共推的一个事项 它其实在整个PC周边的方面来讲 像我们看到说一般家用电脑的 这个一进萤幕也开始展开 所谓的一个态换桥 各家大厂开始切进去 开始针对中大型的一个触控萤幕 开始做这个权力的一个布局 打算抢占PC的一个市场 那我们总归一句 这个今年光手机的一个部分 刚刚新闻有提到IDC的研究机构 我帮大家补一下 这在整个智慧型手机的部分 今年大概要出大概9.18亿支的一个手机 那大概就是一定 刚跟新闻讲的差不多 一定要触控 一定要能上网才能叫智慧型手机 那光在整个平板的一个部分来讲 这个我们知道说去年 像是在整个品牌大厂的一个部分 我们红机 这个去年出货只有大概200万台平板 今年要冲到600万台 那这个成长就高达200% 那包含说像2357的 这个华硕的一个部分 不管是Payphone 还是所谓的PhonePad的一个部分 这种类似净平板的一个产品 今年要出货高达1300万台 到1350万台 也是呈现出两位数以上的复合成长 那我们就认为说 整个初工产业来到这个地方 还是处于一个短线上功不应求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从这个TPK最近积极 非常积极的扩厂的一个状况 跟规模来看的话 从这个TPK今年 这个每月的一个月产能 大概目前只有大概100万片 到120万片左右的一个水准 那他全力在整个做募资 这个之前替这个达宏 全力在做整个扩厂的一个动作 在整个所谓的一个中科的一个产区 那连续盖了两座工厂 那这工厂大概在今年第三季到第四季 就开始进行全面性的一个完工 到时候整个陈宏集团 加起来月产能 这个整个触控面板的部分 会飙到300万片左右的一个水准 会产能可以呈现出这个 两倍以上倍增的一个情形 那在整个产能持续扩充的状况 代表说全台湾所有在整个面板 这个触控面板概念个股里面 龙头地位绝对是TPK 那股价呢 这一波沿路往上攻击 攻击到607块的同时 像很多投资朋友大概不敢追 也就是说TPK已经来到 所谓的一个高档区的阶段 那投资朋友如果这样想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整个技术线形 开始做缩小 还记得TPK刚挂牌的时间点的时候 刚挂牌的挂牌价 开盘开在500块钱以上 花了大概半年的一个时间 股价直接供到982块钱 当时的EPS投资朋友还没有那么高 到现在为止 这个TPK还有办法稳稳的 在去年成为台股的一个获利网 每股EPS来到42块钱 到今年还有办法持续往上做成长 挑战50块钱整数大观的同时 我们认为说在整个 所谓的一个本益比评价模式的方面来讲 再说法人 这个目前这个目标价 还有机会持续在往上做上修 那股价呢 当然在操作上面 我们建议说拉回来的时候 开始来做这个 测试重要均线支撑的时候 再来做承接 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全 比如说从去年大概10月份 开始沿路往上看 这每一次回撤到 季线区的一个位置领位 就开始出现强而有力的一个反弹 那这次已经距离到季线 相对来讲 这乖利油比较大了 那大赛这个所谓2月份营收 这个TPK一开出来 表现不是说太理想 这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淡季的关系 单月衰退了29.8% 那我们认为说再下来 只要说股价随着业界营收 开始出现震荡滑落 回撤的同时 都是投资片 有长线上面布局的一个好机会 那从这个一线大厂 开始再回头拉回来再看 我们也会建议说 投资片在这个地方 也要找跟品牌厂商 直接有供应链相关系的 比如说像华硕呢 这一波里面 这个所谓Payphone或Fonepad 相关的一个代工大厂 触控的代工大厂 就是3584的界面 在刚刚大概10分钟之前 股价也是供到 整个涨领版的一个价位区所调 那股价也随时囤破 接近这个四个月以来的 一个整理平台区 开始要往年线区域来做挑战 那像这种情形 一旦这个投资片 一线大厂冲 二线大厂开始往前冲的时候 在下投资片 就要开始再往上游来做推升 从触控面板的一个相关的 这个厂商开始往上游找 触控IC的一个部分 从包含说像是在2458的一龙店 对这波股价相当强势 还有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提的 这个比较偏低价 股价还没动 营收跟一龙店差不多 4919的一个新唐 不管在MCU多功能控制晶片方面来讲 还有在所谓的一个触控晶片来讲 都是新唐最近全力发展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就认为 营收相差无远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个股价只有一龙店的一半 相对来讲就有低估的一个可能性 这也是蛮值得投资片 来做锁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的 好 不过赶快来看一下 目前盘面的变化 因为2498的宏达店 就在刚刚联系的大单来进行调节 目前现在的跌幅 已经是超过六个百分点了 已经是距离跌停的边缘 非常的接近了 好 我们来关心到宏达店 这么股价一走低 来看一下宏达店的相关供应链 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先来关心到在2474可乘的部分 目前现在也是持续维系 在今天的相对低点 好 宏达店的股价 今天持续的走跌 你后续又怎么来看呢 这营收很可能表现 这第一季还会持续的 没有办法转好 这后续股价还有支撑吗 是铁定没有办法转好 这个宏达店我们在看 这断料的一个风险从蝴蝶机的一个出货不顺 延续到现在M7都一样 那之前在这个蝴蝶机的时候 当时缺货最主要就是缺在VCM 银圈马达的一个部分 怎么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会缺银圈马达 明明大地光有作 日系的厂商不管是 我们看到说这一波里面出最多 像SENGON 还有在整个Mitsumi 美上美的一个部分 还有在思考这个日系三大品牌 这些最近在整个营收方面都开始往下滑 因为iPhone 这个美国苹果交货开始比较短缺 那来到这里的话 我们会认为说 这个VCM 银圈马达缺货的现象 其实在未来不久可以获得解决 那大家常说明天事实上呢 就是所谓星期要即将要做发表的一个时间点 今天股价往下刹的过程 我们看到成交量一直往上做冲高 所以是很多人进场去承接咯 应该我们应该讲说 今天有非常多的投资朋友 在这个地方受到2月份财报冲击的影响 还有第一季财报冲击的影响 在这个地方积极做出停损的一个动作 可是中选我打断你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宏达店的一个K线图 因为如果说我们就把整个这个K线图 放大一点来看好了 在1月份的营收一公布 也就是2月6号那一天 其实宏达店是被打入了跌停板 但是到了隔天 立刻一根带亮的长红K棒 所以股价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弱势了 那会不会今天也如此呢 到了明天 再加上有新机体材的加持 明天股价就能够成功指纹 你后续怎么看 对很有可能 因为我们在看说 今天敢去进场承接宏达店的人 绝对不是什么正常人 我们就想说今天停损的这个卖单 非常的一个大 看到的都是实体的一个卖单 但往下的一个过程里面 今天成交量预估可以来到 超过3万张以上水准 也算近期以来最大大量去 那我们必须讲说 这个阴圈马达驱货的现象 事实上是由于新的供应链 他们改采这个所谓APP的 这家厂商所导致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量率不佳所造成 那会不会开始重新回到 去购买这个日系的一个VCM 阴圈马达 这几率是很高的 所以短线上面 他们顾料的危机 只要一旦解除 这个以下这个New HTC One 主打还是打在所谓的一个 中低价的一个策略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说在后续业绩爆发力道 很有可能会超乎所有 现在目前市场上法人的一个想象 即便第一季在差 但第二季拉升速度 一块的状况下 会造成所谓 季度业绩 快速成长的一个现象 也会导致说股价在这个地方 相对来讲 会获得所谓 投机性的一个买盘 进场来做加持 好 谢谢中学员 为我们带来最急需的分享